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7月4日 这是今天第三场读报点评节目 我给你上个遮挡的方向 方向好一点 来看看最新的消息和评论 一条是中纪委网站发布的消息 这个习近平搞内斗 现在针对的目标就是李克强 不要看他让胡春华出来主持会议 说明不了什么大的问题 内斗还是中共的一个特点 他一定要给共青团队这些 有可能给他挡路的人拿下来 主要是什么 把他的嫡系 把你的这些小爪牙 支支茫茫都给你全血掉 让你成为什么乌木 不成离 对不对 安徽省陆安市人大常委会 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高斌被抓了 你看这是在中纪委网站刚刚发布的 7月4号 16点15分发布的 说高斌 讲他什么忘记的初心使命 毫无法治观念等等等等 什么贪污受贿 都这老一套 这其实就是找毛病 拿放大镜显微镜 这个照 因为这个人肯定是随于李克强老曹的敌气 说不定通过李克强的后本上来的 也可能你看哈尔滨是残联原党委书记陈石被算开 哈尔滨的 对不对 企业是地理派 这个应该讲栗战书在那干了事业很久 谁知道有没有什么他联系 很难讲了 这个我说不好 因为我离开东北已经很久了 咱们没听说过这个人 过去哈尔滨是政府调研时的一个处长 后来是这个大课题办 还有大课题办 社会事业处处长 哈尔滨是政府研究室工业处处长 后来担任这个残联 残联也是党组织 表面残疾人协会 民间组织 办官方 实际也是共产党 都是一样的 说2022年这个人被免职了 这是一个官员 这说明什么内斗机在继续进行 还有今天这个湖南 湘科控股集团 元党委副书记 陈济明被抓 这都是周强 针对周强的 怎么样 给没给周强送过礼啊 对不对 我认为也是出于内斗 只是这是集中在这个国企 叫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这种大国企领导人 一般来讲都和领导有关系超好 再就是刚才在上节目曾经讲到了 南宁市消防 救援支队支队长邓西中 这抓的属于这个公安领域 公安部的 是吧 消防 消防的领域 这南宁 这是这个中纪委网站发布 刚刚发布的消息 这可以看出内斗正在继续 就云南省 以前云南省老曹 白安培 清光荣是给播起来喂海欧的人 喂错了 是吧 站错队了 白安培是坚定的反习分子 据说最烦的就是白安培 一会怎么回事 所以把这个白安培判得非常重了 不能减刑不能假释 库号可以保卫救援 也留了一手 又病了怎么办 中共这些东西都是大忽悠 习近平只要一垮台 保证人家吸了货都放了 有病了放了 共产党就搞这套东西 我们再来看看国际新闻 一个是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已经警告了 不要到中国去旅行 旅行的时候你们要小心 就别成为人质 因为双方这个矛盾在走向敌位 你不要看耶伦区跑两趟 就证明总会坏了 恢复关系了 不可能恢复了 怎么看出来的 为什么他要提醒不要去旅行 你看今天美国资金平报道 另一天报道 美国驻俄大使探似在莫斯科被关押的美国记者 你看给大家看这是网上图片 美国驻俄大使叫林恩特雷希 在莫斯科一个法院外对媒体发表讲话 此前呢 该法院对华尔街日报记者叫格雷西维奇 受控间谍罪 这个进行审判 也就是说美国人被关押在俄罗斯 这什么 人质外交啊 为什么不让你去中国 中国现在已经敌对过了 有可能你去了以后已经给你抓起来 成为大国脚立的小菜妻子倒霉了 对不对 这篇文章讲 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周一在莫斯科探望了 对监禁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他连记者都敢抓你 何谎一般的人 说艾文叫格什科维奇 这是这位外交官自三个月前 该记者因间谍罪被指控 第二次见到他 他否认俄方的一切指控 就这个人是冤枉 他是个记者 那么华尔街日报没有详细报道 特雷西大使和这个囚徒会见的情况 他没有讲 可能双方有承诺 让你见 但你不能马上给你讲内容 因为这个监狱的这些系统都是一案面 讲的都涉及到所谓的国家机密 什么叫国家机密 国家机密是国家的丑闻 机密越多 这个国家越丑恶 特雷西最后一次见到格什科维奇 是4月份 他是3月29号被抓的 当时俄罗斯指控他在前线 前往俄罗斯叫叶卡吉林堡地区 进行报道的时候 试图获得军事机密 因为你做记者工作 你肯定要去问一些那些敏感信息 你一问 你给你抓着 假的罪名 特不间谍 把他压起来 因为两国正在打仗 如果不打仗 还支持你报道呢 对不对 其实中国国和美国要翻脸了 所以说美国很担心 因为台海战争要爆发 中国很可能 啪抓一批美国加拿大人 做人质 没有别的办法 远的勾勾着怎么办 抓几个身边的倒霉蛋 接解汗 和大国进行交易 这篇文章讲 他说上个月 一名法官拒绝了 这个31岁的美国记者 他在3月3 等待审判期间 从莫斯科监狱释放的申请 特雷西指责俄罗斯进行人质外交 就美国和俄罗斯家打起来 因为俄罗斯现在普京也很烈 也挺猛啊 对美国老大意见了 所以才抓他的人 为什么抓记者 抓记者知名度高 炒作厉害 我就要轰动效应 和恐怖气氛 叫你见得我 腿肚钻劲 那习近平为什么 习近平主导一下 这个香港 这个警察制 为什么公布 八个人最逃 就吓不吓我 包括本人在内长的人 你不要穷奖啊 下奖 奖的一程度 我给你 啪给你个通缉令 抓你 还学上一百万 少了点 一百万能给那个人抓 再加两点 是吧 反正是有的钱 就像那个 赵本山讲 不差钱 这边文章讲 多年来 俄罗斯一直同意 和美国进行 囚犯的交易 大国之间不就是换囚 换囚 所以两国最近的一次换囚 是被交换的是因为贩毒 指控被判刑 美国职业篮球明星 就是布兰尼 布里纳 他被定罪 还有俄罗斯军火贩卖商 布特 你像刚刚讲的记者 是政治罪行 是政治案件 其他还有些经济贩毒的 你不能说没犯法 你包括谢伦伯尔 在大连被抓了 对吧 压在大连 是加拿大毒贩的 那个人在加拿大 就贩毒被抓了 我说心里话 我事求是讲 有些事不是说人家给你强加罪名 你不能说那个案子是迅速枉法 那确实你贩毒人给你抓了 对不对 刚开始 中共想给加拿大赶面子 后来发现孟晚舟这个事 就马上翻脸了 重新审判 搞不好要杀头 因为贩毒在中国这些有死刑 人家是有这个疑惑的 所以这一点 你不能说那个事是人质外交 不能乱讲的 要事求是 但是肯定 上方交易了 上次讲了 就是但莫斯科方面表示 在对戈舍科维奇的指控 做出判决之前 不会救其案 进行任何交换 但审判其日期未定 为什么 俄罗斯还等着 俄乌战争怎么发展 你领先 其他工业 和我做 把武器 枪冒子弹给 乌克兰 我为什么要给你救人 我就 就不给你 或者是等待机会 因为美国现在不是正准备 提供F16给乌克兰 你要给他16 我就不放了 不给16 哥们爸这个人给你放了 因为附近没有别的招了 就是这一招 完全有这种可能 任何囚犯交换 都会因地缘政治因素变得复杂 这边非常强 他说 同时每个国家都认为 要有同等价值的人才才能交换 交换都是分量大的名人 是吧 你草民 他没有交换价值 很多人默默无闻地抓起来 谁都不知道 我都是有好多是 加拿大集团 抓完 什么事 有一事 为什么 这个东西还复杂 大国自己要交力 是吧 此外 由于俄罗斯 2002年2月 入去乌克兰 以及对美国 对乌克兰的广泛 军事支持 两国关系处于蒂固 确实 如果关系好 这些事都是很小的事 一找就放了 如果是上风闹矛盾了 就开始出气了 这是一条消息 我们再来看看上一场 就是中共国不是讲谴责日本吗 日本关于排放这个污水的事 我们来看看 发光是怎么报道 他说国际电子能机构总干事 向岸田递交了 核处理水 排评估报告 就是你排到海里 联合国有话讲 对吧 联合国是代表全世界 都各个国家都有代表在里面 虽然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清谈部门也挺重要 是吧 这篇文章讲 日本时间7月4号下午4点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建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 叫格雷西 听取了关于福岛地核电站 处理水污水的评估报告 有这么个报告 日本人做事很认人的 他有个报告 那么国际原子机构 是4号下午发布会称 福岛地电站排放污水的计划 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你看下了结论了 他说放射性物质 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小 有影响但很小 他是这个意思 你看这现场还有个图片 这个图片给大家看看 看看能好一点 否则光听我讲比较单调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岸田文雄怎么讲 他说 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领导人 我们不会允许放射性物质的释放 对日本和世界人民的健康环境 造成不低影响 随后他表示 听完报告以后 我们会真诚地回应 美国自信报道的 这是法广报道的 另一方面 格雷西强调 该报告科学总理 他补充讲 他包含了日本做出 进入下一阶段 所需要做的所有要素 他讲到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的确是很严重 因为离中共国很近 中共国指责他现在污染环境 双方争议在这里 说是 2023年的7月4号 驻日本大使吴江浩 就日本福岛核出离水问题 召开了专题记者会 吴江浩指出 福岛核污水台海 事关各国人民的健康 全球海洋环境和国际公共利益 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迄今 中方已经就福岛核污染水 处理问题向日方反复表达了 严正立场 所以中共很恼火 日本应正视国内外正当的合法关系 履行国际法的义务 本着对科学历史全球海洋环境 对人类健康子孙后代负责任态度 撤销台海错误决定 实现科学安全透明的方式 处理核污水 接受国际监督 这是法管的文 法管的文章比较中立 他没有讲他什么观点 我认为这个事 必须要慎重排放 我说不太好 但从这个评估报告来看 他讲有放射为物质 肯定有 但是对人体环境的影响 似微乎其微 也就非常微小的 既然这样你就不能讲太急 还是由日本自己决定 另外还有个问题 我听说 现在有些人都开始准备好 抵制日本的海鲜 就的确是个问题 日本海鲜卖得很好 可能将来排放了以后 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这是一篇文章 我们再来看另一篇文章 现在就大家都非常关注 就是中共国际人事变动 你看国务院常务会 李强出了开会 仇坏了李强 你说他上了以后干什么 什么也没赶成 我看 我们所能看到就是马云 好像他户又回来了 回来又走了 走路又回来 就马云好像 饺子一过去略略有点 生存环境 好了一点点 这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或许是一个极大的鼓 除了之外 没看出李强在做什么 包括象西水在 也没有看到他学习温家宝 验着温家宝走卧的足迹 你走一圈我看 再先不用讲别的 李强现在应该 你要这项恢复形象 和习近平比试比试 你就直接到这个相细 或者到这个 这个 天灾人祸最严重的地方 哪个就是洪水最严重 你李强去了 腿肚子歪一歪 脚啊 裤子歪一歪 像个劳动人民一样 站在水里拍了两张 一看 这个家伙 没什么本事 哎 铁门是苦 也行 这个事要画户层花 人保证就走一圈 跟你讲 你不要比夫人户层花 对不对 咱们都亲眼看着 你看新冠来临的时候 当官一开会 都是视频连线 都不敢去 我记得有一个会 有一个会 刘鹤做了讲话 也讲明前 他都不敢去到现场 也做个视频连线 和习近平一样 先把大口罩戴上 为什么怕死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都害怕 不知道这个奥米克龙 是什么东西 包括老江是吧 我也放到好几天 我这人就这一生 就杀了巴基的 就是你说这个 就躺着几天 晚上还做好几个视频 但是发现是有脑雾 就是好像那个 有点横路进而的感觉 就四倍跟不上 但是觉得你说 躺一躺的 休息休息 有无所谓 我要讲 这个新冠是挺厉害的 所以那时候 谁都害怕 尤其西冰 只有胡春华 参加所有的活动 全是亲自到现场 对你看看吧 咱们从来都是 无党无派 我也不是 什么党也不是 我胡春华也没给我回口 胡春华也自己的回口 搞不好都要查出来了 只是有个胡春华的同事 我记得好像是 我记得在日本 给我发个邮件讲的 他知道胡春华 胡春华一起工作过 说咱们有机会可以聊聊 我说行 你有机会咱们就可以聊聊 但是在那个时候 你谁能见谁聊 对吧 这事就过去了 有些人肯定和他工作过 我都希望找到这么一个人 看着是不是咱们 就是分析这样 就是这个人是挺能干 挺实干 但从目前我观察来看 就是说习近平 至少他现在还没抓他 对吧 就证明你没抓人把柄 如果说折腾半天 你抓不着把柄 那胡春华就了不起 就等他没收钱 说要收点小礼品 你说送点葱草 鹿融 就很正常 说些电话 那个就不能算腐败 吃点饭喝点酒 你送我两瓶 我给你两瓶 这算正常人情往来 习近平 鸡蛋地挑孤兔 也没挑出来 就挑出那么多 一个小刺儿 是吧 没什么意思 所以现在开始换人了 现在开始 理想看 治理不了这国家 完蛋了 怎么办 上来上来 大哥 咱俩再整点 这个 以前的人 老胡的人 是老江的人 咱俩再整点 要不就完了 就大了头了 所以现在路透社报道 中国任命了 党委监管金融 显示有稳定的担忧 这是 发广的报道 中国官方政策 内部人士和分析师 表示 中国任命了 金融技术专家 潘弓胜 回来了 是吧 代任了央行 最高政治职务 这表明 中共领导人 面对庞大的金融体系 的系统性的风险 现在感到担忧 这个不是开玩笑 因为这个东西是实打实的 你没啥本事 左右一看 这是丁学祥 一看他 那不是何力 都是自家人 但是都是爹小儿 个个是愁如满面 心事重重 这怎么办 没钱花了 掉底了 金融崩盘了 再下一步就是 全面的动乱 我跟你讲 你没工作人 不整理一下 北京今天不是 六连环报纸 不是报纸 撞车 广广撞 还不敢报道 你不敢报道 媒体也报了 现在是人手一气 能挡住 你还以为是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可以撒谎 谁都听不到外边声音 为什么 那时候没有手机 毛泽东再伟大 一定一直没拿过 大个大 是不是 这很形象 所以说 要毛泽东在现在时代 他也在改革 往前走了 现在这个时代 撒谎不行了 抖音都可以抖一下 微信都能为 都微信了 是不是 就为言大意了 为言耸听了 所以必须得改革 我们来看这篇文章怎么讲 他说 就中国选择人民银行 人民一位 基于党委书记 监管金融 两名政策消息人士 告诉路透社了 这都是中共党内那些人 故意散不住 在抗击资本流防 站路透角的盘工胜 将在义钢行长卸任后 担任中国人民行长 因为义钢 他也是这方面老的一个资深人士 他下去了 分析师表示 自12年担任央行副行长盘工胜 本月将满60岁了 你想 他这个年龄应该是 现在就退休了 是吧 回家抱孙子了 结果现在又重新 这个走红了 预计不会偏离 中国为支持经济复苏 而审慎的宽松政策步伐 他就是上来也在听 李强和新颖听的 但是可能稍微给他放点圈 大家开会就讲了 怎么样老潘 这时候回来以后党对你政府寄予厚光啊 你可能不能这样失望 老潘讲那怎么我得说了算 我干说了算 最好你能让那个傻了巴基下来 他不敢这么讲啊 时间应该是傻了巴基下来 下了就好了 他不下 不下在他那个篮罩下 你只能带着锁链跳舞 耍尾座的事儿 总比李强是抢夺了 因为李强是个大白点 你想国务院这么多部门都不认识 你怎么干 你以为国务院那么好领导啊 是不是 这个完全是下扯啊 这有意思 他们这六个小爷爷 说是预计他不会偏离啊 就是中国为支持经济复苏 审慎的货币宽松政策 这个因为现在这个人民币 跌了厉害了 是吧 七八九十 你就看了吧 也一路下滑啊 最后这一大包啊 麻袋买一个煤球 换一个糖豆 一定是这样 我跟你讲 将来啊 说他被运为规避风险的央行行长 在过去十年当中 多次打击金融威胁方面 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的任命 正值中国试图抵御 九万亿美元的地方政府债务啊 你想到什么城市 地方早就破产了 银行都是无底洞啊 你真的了解了解 上个世纪我经常下来采访 那动不动那个官员告诉我说 哎呀 又没有钱开工资了 到且几季 也经常这样的啊 只是他这个国家 为什么所有的权力都在党手里 不行 不行抓几个人 整了钱 整掉几万事了 不行 媒体现在报道假的 忽悠忽悠就完了 合并合并啊 就把那个效益不好和效益好的强行拉凉配给你 合并用盈利了 他有的是这个凶招啊 但他现在彻底不行 因为让他给美国得决 大环境不行 就没钱了啊 他说他的任命 任命正值中国试图抵御九万亿啊 九万亿就没金了 占经济活动四分之一的房地产行业 低迷对经济稳定构成重大挑战 现在不行了 没有钱了 那么一位参与政策讨论的消息人士表示 你看人家路透社多厉害啊 都能渗透这么厉害 还参与讨论人告诉他消息 他将能够从高层实施关键的金融政策 应对经济的不确定性 他变成一个救命稻草了 由此事的敏感性 该销人士不愿透露性命 他透露讲 潘共生的专业能力啊 将有助于维护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特别是在房地产行业放缓的情况下 抵御重大的系统性危机 就是潘共生的人有点本事 他肯定也在和李强讲 说这个李总理啊 咱讲好我干 我不太远搞这么大年龄的回家 咱不行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太大都给我准备好 就出去旅游了 不愿长不愿敢 既然党心了我 他横着地讲这样冠冕堂花 本人都给我劝 听我的腰部不行 李强说先 这基本上都听你的 但是这个潘共生心想 再听我的习近平 这个就他这个愚蠢的举动 这咋办 大家都不堪公开讲啊 说这李总理先看你了啊 你得多支持我 我尽力而为 干好了 功劳是伟大领行习近平的 干不好 是我潘共生的 你别惩罚我 我也没谈多少 是不是啊 我估计私下谈 肯定 类似话跟他讲到了 对吧 给他点权力 说2016年 潘共生担任了中国最高 这个会 外汇 这个监管机构的职务 就管理机构职 管理着约3.2万亿美元的 全球最大外汇储备 中共还是超有钱 这潘共生已对货币投机者 采取强硬立场的人民 还参与了国家银行改革 收集了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科技精管 以及仅此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这个就是电子货币啊 虚拟货币这个事 我说郭文贵他搞的时候我就讲 政府不管什么政府 不会允许私人给你搞这东西 因为你搞这东西的话 就非常威胁 你就想一想吧 你搞这东西就等旧币换新币了 你给所有币都 实地全都作废了 重新搞一个币 完了你来主导 那国家能干吗 说为什么美国也要 要抓郭文贵 最主要是我认为 美国人分析是这个事 就你搞一个什么 叫寄刀了是什么东西 你搞得再好 你能和美国去比拼 政府没有别的办法 不论是什么党 说就一个圈 撞 对不对 就这东西 把你啪一刷 完了不得保释 就在你带了 就不能让你这个币给你搞成 就虚拟货币这个 你个人不能搞 因为你个人搞保的话 你没有信誉 你个人都想利益最大化 你政府是什么 控制货币以后 它捅出来管理啊 稳定这个社会 这个确实是这么个问题 所以这个任何政府啊 在币制方面 本人认为都会下松手 整那些企图在这方面 你聪明先搞的 我不太了解那些人 什么赵长鹏啊 因为我不参与这些东西啊 你花费那个息子干嘛 钱是什么 你花的是属于你的 你不花都是别人的 最傻的是整天的整钱 加零零零零 就自己个人帮一声死了 钱都人花 你整那儿干嘛 没有用 绞尽脑纸 在这个问题上 本人认为啊 未来的社会 就是这个 就包括中共国 它这个币也是一样 就是电子货币啊 这个虚拟货币 银行的业 一定是基本都控制在政府手里 不管什么社会都一样 这才能稳定啊 我们回到刚才的议题 他说目前不太清楚 潘工胜将如何发挥影响力啊 那潘工胜肯定是 这个可以这样讲的 是这个吃不好睡不好 是吧 他要把这个工作干好 干不好 那个李 新一平李翔整他 这李翔可能排行谱 大哥咱怎么得弄一个 有本事的 管他什么派的 咱这些人实在不行啊 你和丁薛祥 整天就能给你拎包 你看看何立峰 一步一学跟着李克强 我呢 你也知道 我给你当秘书 你这个事 你说你私生子的事 哥们给你处理挺好 但是这个事 我确实干不好 不好办的 我不能了解情况 这是我在演绎 是吧 有不演绎 你们愿意听吗 是吧 就是形象讲 大体上不离世 就这么 有这么个 大概年 是吧 这么一个大情况 所以他在用潘工胜 那么这篇门上讲 他说 这个 但中央行的 中国央行观察人士预计 即使央行的 浑险余力有限 潘工胜能将 引导政策支持经济 并利用宏观审慎的规则 来论治风险 就是他基地尔维的 一个人难玩狂澜 你玩狂澜 以季导 太难了 因为整个经济 大环境完了 我不讲到了吗 你即使现在 习近平这伙人都下去了 要重新改革开放 还要三十年 要四十年 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 更加美国经济也不景气 全世界都不景气 你想三年分控 都没干工作 都是印票子 搞福利 它能好吗 商品能不毛吗 你想对不对 出乎意料的是说 执政的共产党 周六任命 潘工胜接替的 郭书清担任 央行当委书记 《华尔街日报》 援引知情人的消息讲 此举是接替一杠的前作 我不就情报部门 都中共的军警特县 故意释放出来的 一边给外界信息 咱们换人了 你该买要买 该投资投资 别跑 别断链 也不要住高墙 是吧 他们有他们的名堂 找一些媒体请吃个饭 是吧 因为媒体这些记者编辑 都穷 是吧 一请吃饭挺高兴 是吧 能吃帝王蟹 谁不想吃一吃 一吃饭 你也不能逛吃 你嘴上讲话 这讲话完了 谢你了 是吧 然后人就跟你讲了 哎呀 这个行事 那个行为 就把你引导到这里 你就当成宝了 回去一写 是吧 基本都假新闻 中国好搞这些名堂 是吧 我来看他最后怎么讲 他说中国今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说加强党对 中国庞大 但基本上封闭的金融体系的控制了 包括计划成立中央金融委员会 来监管中国人民行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 因为习近平搞这些东西都是捅起来 都听他的 越听他越傻 是吧 你这个是不能改变的 所以潘工胜搞不好 就像我刚才讲的 带着锁链跳舞 看你能舞多久 是吧 因为这种大环境没改变呢 政治体制不改变 领导人还是他 很难拍 如果说假如有一天 这个 比如说西民派系夸了夸了 李克强又上来了 西夏里上 李克强又领钱 又领了这胡钻华这人干 或许还多少那个 可能性变一变 但是一定很难吧 因为整个世界局势发生变化了 百年纪大变局 适合是不在中共一边 适合是在自由世界一边 但是你必须看到中共 现在在催死阵仗 也在想办法找突破口 我们来看看 美战略暴露弱点 中国撕开 乌伊尔联盟的突破口 这篇文章是中央社报道了 新西兰总理西金斯近期访华 签署了七项合作文件 分析认为 在乌伊尔联盟国家当中 新西兰在贸易上 最最依靠中共 依赖中共 令中国成为突破口了 今天成为新西兰成突破口了 也使得印太战略出现热点 给大家看看 随时这个 西金斯就这个人 就中国你也不能说 现在一点斩获没有 他也做了农历 这个农历突破口 从这个新西兰找到了 这中央社的报道 西金斯是6月25号 访问北京 与李强共同签署了 七项合作文件 西金斯此前曾表示 他不同意拜登 指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是独裁者的言论 这一点是习近平乐坏了 乐开了坏了 习近平一路小跑 亲自给他铺上红地毯 然后迎接他 那中国从官方的媒体中 对他的赞扬当中 看到这一点了 说美国资金今天报道 习近平是6月3号 结束在中国为期两天访问 多诚实的访问 还见了习近平李强 强化了中国的双边关系 专家们认为 新西兰与澳洲 在抗中立场上有所差异 但两国持续改善和中国的关系 造成什么呢 印太战略的弱点 就人打开缺口了 也不能说习近平一点本事没有 说报道指出 习近平此行淡化中国区乏人权 台湾紧张局势以及北京默许 俄罗斯全民入区乌克兰的任何批评 这或许是这次会晤 重新确立两国之间的重要联系 另一方面呢 欧洲总理这个 埃班尼斯6月25号也表态 将在适当的时候 也要访问中国了 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 叫林子利 他说呢 新西兰每年出口近200亿美元的农产品 乳制品到中国 所以因此会主动联系 维护中国的关系 因为他为了发展经济 因为中国市场大 这成了一个什么 中国宣传的样本 你看媒体报道的 连篇美读 同时又能够跟民主国家 搞好关系的一个重点国家了 林子利指出呢 相较之下 欧洲更担心中国的侵略 因此欧洲呢 更是顺从美国的外交政策 特别是在这个印太战略上 对抗 抗中立场 但新西兰一直避免触碰这个问题 前台湾驻澳洲代表林松焕 他对美国之音讲 他说纽澳 两国总理都对访问中国感兴趣 显示各自国内制造业不振 又难找到替代市场 也就无法找到像中国这么大 有大非洲 所以不太可能有实质意义的抗争 有假的抗争 所以习近平一看 高清坏了 是吧 秦刚乐坏了 秦刚想表现表现 给淘习近平的好 对不对 但牛澳经济过度依赖中国市场 成为印太战略 结构性的弱点 林松焕说呢 牛澳 牛西兰 澳大利亚 向来都是依赖中国 国家安全上仰赖 美澳牛联盟 用两国的策略 应对中美战略竞争 基本上从未抗中 那么牛西兰 澳大利亚 只是防范中国而已 而牛澳相继改善了 中国的关系 不仅将弱化 印太战略合作关系 并且给中国一可称之级 中共趁机各个拉拢 各个击破 准备采取这个策略 那么另一个人叫 罗利加 他是澳洲坎贝拉大学 审议民主和全球治理中心研究员 他说 牛澳与中国强化双边关系 并不会对印太区域的势力 均衡有影响 他认为没有什么影响 他表示呢 澳洲总理 埃班尼斯政策 对中政策 一直不是围堵中国 而是维护现状 也就是说呢 在减缓 中国军事扩张方面 速度方面 寻求澳洲经贸合作最大空间 这是他的观点 人家其实采访是好几个人不同观点 有所有 有还有中间 这篇文章最后讲呢 什么是五眼联盟 就美英加 牛澳 还有加拿大一个 一个五个国家 共同组成是情报分享联盟 就你获得的情报 也给我用 我也给你用 共同享用 这叫五眼联盟 就很有形象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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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